今天我终于能体验一款日系纯电动车了 虽然在未来我并不觉得电能是一种汽车很好的替代能源 但是现在电车实在太火了 再不和大家分享就要说不过去了 然后这辆车呢还是一辆小K 没错是一台通了电的小K 本来想给大家去找日产那款销量很不错的Sakura 但是因为人气实在太高找不到车员 但是这辆来自三菱的小K呢和那辆车基本大差不差 就是名字呢稍微有点复杂 叫EKXEV 其实这款车目前也是有燃油版本的 只不过在这辆纯电动车型上 三菱把家族最新的设计和跟电有关的技术都用到了他身上 外观看着像不像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红球 整个前辆还有这个灯组 也是用了现在欧兰德最新的那种设计方式 侧面呢看上去非常的敦实 这边还有一个EV的纯电标识 然后充电呢和很多的电动车一样分为快充和慢充 如果是慢充的话呢需要8个小时 如果是快充的话呢大概40分钟能充满80%左右 目前日本这边全国公共充电设备大概有3万个 其中快充有8200个慢充有2100多个 这里边呢包括三菱销售店里边有500多个 以及1400多个分布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 虽然感觉并不多啊 但就目前日本电动车的保有量来看呢应该是够用了 毕竟在1000多个便利店还分布有可使用的充电设备 这款车的尾部设计和燃油板车型基本上区别不大 只不过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EV的纯电标识 那后备箱呢在后排座椅最靠后的情况下大概是这么一个空间 这个下面呢是放的充电设备 如果想拉更大件的东西的话呢 把这个座椅可以挪到最前面并且把它放倒 加上这个小K的车高能放一些大件物品是没有问题的 熟悉30T车的朋友们一看这车内就知道 他们把最新的设计能给到的基本上都放在这款车上了 所以对于小K车型来说 我觉得目前这已经算是很精致了 配置方面对于一辆小K来说 我觉得这个车做的已经很到位了 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媒体的大屏幕啊 和30欧兰德上面那个是同款 放在这个小K上还挺让人意外的 但是我有点不解啊 就是你看我挂道挡 他没有倒车影像之后倒车雷达 这个虽然是一个租车公司的车 但是也是很少见的 下面这个区域呢是电子挡板 旁边是有座椅加热 还有方向盘加热 在小K上有这样的配置 还有什么自行车的 然后旁边呢是单踏板模式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驾驶方式啊 不太适应 空间方面同样是小K的一个擅长部分 你看这有一个大通道 下面呢是有一个抽屉 这个抽屉下边呢 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副驾驶手套箱 然后门板上呢也是有一些 比较常规能格水平啊 然后后边你看还有一个 还带锁的这么一个小空间 是不是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中间通道这里面 下面呢这儿 还有一个储物台 能放手机啊 或者是其他钱包什么的 都挺方便的 这个地方呢 有Type-C 还有USB的充电口 本来说配置的时候呢 我不想说什么像这种 hold to hold的呀 然后包括驾驶模式啊 还有车道保持这些东西 只不过我往下看了一眼 居然它还有一个西部气囊 所以说虽然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K车型啊 但是在主被动安全方面 也做得非常用心了 小K的后部空间呢 仍然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什么高度啊 还有腿部空间 我就不具体气凉了 哎 现在我的这个后排座椅 其实是放在了最靠前的位置啊 如果最靠后呢 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座椅靠背呢 还可以继续往后放糖 如果是这么一个姿态 跑长途的话 活动着没有任何问题 三菱这台纯电小K的电池呢 是20千瓦时 最大47千瓦 扭矩195牛米 官方续航距离是180公里 根据三菱自家数据调查 一般小K平均日行走里程 大概在50公里以内 这辆车开起来的感受 简直跟我之前开过的 燃油版小K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为它的动力呢 完完全全被电所取代了 所以它的噪音源和震源 全都没有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车一旦不吵 再也不震 比如说现在我停车的情况下 就要比之前我开过的 所有K卡 都要舒服太多太多了 世界变安静了 然后我整个的身体 也非常的舒服 小K因为 七月板的小K 因为是0.6升的排量 所以尤其是 你在夏天开公调的时候 整个车都在 光光光光光都在震 然后见到它那个 发动机的声音 加速的时候 确实转速一倍拉高 不太好听 所以现在一下 你看这个车 就完完全全变了一个样子似的 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它的这个动力 被电所取代了 另外还有两个 比较好的变化 一个是它的刹车 这个刹车呀并不像是 之前传统的那个小K那样了 踩上去非常的虚 线性这个刹车的感觉 而且停下来那一下呢 也会能停的比较稳 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方面呢 就是它的这个车 整个开起来 也变得更沉稳了 这个沉稳的并不是说 它操控变得多么好了 这个操控啊 我觉得还是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因为有这个电池吧 这个重量在这摆的呢 这个车整个开起来 这个感觉还是挺稳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这个方向非常的轻 非常的轻飘 就是不管你调到任何这个驾驶模式下 这个轻轻飘飘的 没有任何的感觉 如果这一点能够被改正的话 那我觉得小K的这个整体的驾驶感受啊 又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驾驶模式啊 这个车其实它的普通和经济驾驶模式 开起来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运动模式是有明显区别的 提速的时候 它的这个输出的爆发力要更强一些了 就是在普通和经济模式下 你即便是一下突然的身踩的话 它也会像电车那样呜呜就起了 但是在运动模式下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背感 这个是和其他两种模式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日常在市区这么开的话 普通的这个驾驶模式就已经足够用了 最后聊聊价格吧 这款车的官方制造价格呢 是250多万到300万日元出头 但是目前日本这边纯电动车型 是有一定优惠政策的 以东京为例 如果是300万日元出头那款车型的话 国家会提供55万日元辅助金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税金等方面的优惠 这些全部加起来的优惠一共是120多万日元 相当于三分之一多指导价格 优惠程度相当可观了 关于三菱这款纯电小K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通电这事对于小K来说 就像是如虎 偏翼 体积小 好停车 内部空间大 还有很多优惠政策 这些本来就是以前有小K比较擅长的事 现在带有电的加持 把之前动力表现不太好的部分 做了一次彻底升级 如此以来 我觉得小K这款车型 至少在日本本土会更加发扬广大 好 那这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Happy this day